丰收清晨甘露 你必忘记你的苦楚 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 约博记十一章十六节 饶恕是释放医治服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也是释放的要素 我们很难去原谅曾经得罪或伤害过我们的人 同时当我们不愿意饶恕对方时 总有很多的理由去控告他们 文学家路易斯说 饶恕是超越人类所谓的公正 他赦免那些完全无法宽恕的罪行 有许多人常年怀着苦毒仇恨愤怒等各种情绪过生活 这种情绪就直接影响我们与上帝的关系 也租了一道人际的围墙 这负面的情绪有可能使这道墙崩塌 饶恕应该是人性的超越 而不是在于感觉或是情绪 既然是超越 就需要用意志去选择和决定 上帝对人的饶恕是 不再纪念 不翻旧账 忘记和涂抹 他说 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 涂抹你的过犯 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当我们在上帝面前选择饶恕伤害我们的人时 我们脑中生成的记忆 不会因当下的祷告而立即删除 但是会因着我们的愿意而越发淡薄 深层的记忆存放得越少的伤害 我们的情绪自然就越是愉悦 亲爱的家人和朋友 人生不愉快的事十之八九 在宰夫的苦难人生中 约伯也曾体会的说 你必忘记你的苦处 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 相信当你愿意放手的时候 必经历不留伤痕的苦处 愿今天的清晨甘露能帮助你 愿上帝赐福您 我们下次见